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犯的关系 可是在这种共犯的结构里面 还有一些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人 而跟我有一点点渊远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人 就是这个老头子 他的名字叫做龚德伯 外号叫做龚大炮 龚德伯是什么人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照相 龚德伯 这就是他老了以后照相 这就是龚德伯 龚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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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么人 他是国民党里面的 重要一个主持新闻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 在军阀统治之下办报 后来就跟国民党纠缠在一起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也办报 闯了很多的祸 后来 在蒋介石选所谓总统的时候 蒋介石选总统 大家 没话说 反正你是老大嘛 可是副总统 大家要抢 有李宗仁 有孙科 都是国民党自己的人 可是呢 还是要抢 蒋介石 属于孙科 就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 当时 广西帮的李宗仁 要抢这个副总统的位置 龚德伯 当时办了一个报纸 叫救国日报 他就支持李宗仁 当时写一篇文章 就是 孙科依然是无下阿盟 这个 还无定见 为共匪利用 这个龚德伯 龚大炮 他是出现条件 他是反对共产党的 然后呢 他写文章啊 很武断 当然呢 也有很多地方 说得很正确 他就骂了孙科 骂了孙科以后呢 引起了 孙科是广东人的 引起了广东帮的不满 有广东的两个上将啊 一个叫张发奎 一个叫做谢月 带了十几个 国兵大会的代表 跑到 救国日报社 去砸掉这个报纸 大家觉得 全世界啊 这个 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里面啊 从来没有这么一个大笑话 就居然 他们去砸这个报纸啊 是两个上将 带着十几个中央级的民意代表 去砸这个报纸 龚德博 是面对这个局面的 最好玩的 他后来 因为支持李宗仁 蒋介石 1949年 总统干不下去了 下台的时候 龚德博就写篇文章 叫做 蒋公不出国 中国不救 蒋介石啊 蒋公啊 你不离开我们的国家 中国没救 为什么呢 因为你虽然下台了 你还在这里啊 暗中指挥 结果 蒋介石的余威还在吗 就把 救国日报 停刊 然后 刚才我给大家看的啊 你看 刊登了一篇戴论 南京救国日报被捣毁 看到吗 我讲的这个 刚才被捣毁的事情 现在不是被捣毁了 现在呢 是叫你关门了 龚德博就被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呢 因为他有名的是反对共产党的 那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啊 已经乱掉了 行政院秘书长叫做黄少谷 黄少谷跟龚德博当年一起 在北京办过报纸的 他觉得 如果南京丢掉以后 龚德博 在共产党来了以后 老命不保 所以呢 他的下命令啊 就把龚德博给放出来了 并且还给了他一张飞机票 妙就妙在这里啊 大家都逃难嘛 每个人拿飞机票 特权阶级啊 有飞机票上飞机的时候 第二天 龚德博来了 在这行李 大包小包 还做饭的 锅碗瓢盆 锅都带了 打堆东西 一张飞机票 他都全部都要上来 人家说我们在逃难 你怎么人饭 做饭的锅都带来的呢 他说不能带吗 他们说不可以带 掏 你把掏出一把枪 龚德博打就把枪来 你不让我东西上来啊 我就开枪 大家吓死了 就让他上来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当年在1949年 兵荒马乱的时候 这种逃难的这种怪现象啊 所以龚德博有机会逃难 他的东西全部要带着 到了台湾 他住在新竹 国防大学请他演讲 他的演讲 他说我们大陆丢掉了原因 是因为蒋介石指挥军事不内航 这还得了啊 蒋介石本来还记他仇呢 你上次写文章说 蒋公不出国 中国无救 现在你就去 讲演 在国防大学讲演骂我 关起来了 关起来的时候 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他太太啊 都做了尼姑了 都找不到他 不见了 关了多久呢 关了七年 关了七年啊 所以龚德博七年以后 放出来了 放出来以后啊 这国民党的特质 告诉大家啊 他又补上了国大代表 有空缺 他又补进去了 所以这就是蒋介石厉害的地方 我把你骂我 我把你关起来 可是你放出来的时候呢 我还给你饭吃 他又领了国大代表 活到了91岁 他临死的时候啊 得了一个病 就是老年痴呆 他一辈子写了三千多万字 比我李奥写的还多 可是他最后老的时候啊 提笔忘字 连龚德博三个字啊 自己的名字啊 都忘了怎么写了 当然骂别人 王八蛋 也不会三个字 王八蛋怎么写 也不会了 好像是包养一样啊 所以我可能我 我要活到91岁 91岁 也可能 天下太平 因为我李奥 什么都忘掉了 那时候死掉了 他当时出狱的时候啊 不能写文章啊 这位老家伙啊 很厉害 他偷偷摸摸 自己写了一本书 尤印啊 尤印了好多本 送给张三 藏给李四 他觉得有一天 他尤印的这些稿子 这些书啊 也许阴错阳叉 会落到有心人的手里 就好像花落叶落一样 搞不好 搞不好 一朵花被有心人捡走了 好不说被林黛玉捡走了 他可能就给你很珍贵啊 把你埋起来了 带玉藏花 所以他也希望有这么个结果 结果就是阴错阳叉 一部稿子 他留到了周德伟的家里 他的湖南朋友周德伟家里 周德伟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周瑜 在台北开了一个店 叫做紫层炉老板 有一次清理很多东西 正好我在他家里 就看到一部稿子 周瑜搞不清什么东西 我一看 我就知道 这就是龚德伯留下的稿子 我说送给我好了 周瑜就送给我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 大家看 这么样的旧破旧 这就是龚德伯 一页一页自己用手把它写下来 然后用 那个 那个腊 腊板写下来 把它印出来 什么书呢 骂蒋介石的书 大家想想看 他印了这么多本 都不见了 阴错阳差 这本 就落在我手里 而我就是有心人 而我就是能印书的人 我就帮他印出来了 大家觉得 人间的这个奇缘 不是奇缘吗 我不认识他 我根本跟他不认识 可是 他的稿子 沦落到我手里 又有一个机会 做一部稿子 又在不同的原因 落到我手里 就这个稿子 什么东西呢 写他监狱里面的生活 怎么样 最后被蒋介石关起来 什么东西都没有 关了七年 他就一双布鞋 布鞋穿破了 在牢里面光着脚 我请大家注意 他坐牢的时候 那个时候 67岁了 谁都不晓得 他在哪里 后来 他的一个老朋友 跟他一起 在北京 有办个报纸的 叫做承舍我 承舍我后来 拿到美国人钱 在台湾 办的一个学校 今天叫做 世新大学 承舍我当时 是立法委员 忍不住 在立法院 提出来一个质问稿 说龚德伯这个人 没有人员 他喜欢骂人 可是他有人权 这个人哪里去了 这几年来 人都不见了 到底还在不在 逼着蒋介石 出面答复这个问题 蒋介石说 龚德伯还在 我们把他关起来了 他思想偏差 我们要给他洗脑 要给他改正 可是据报告 他很顽固 他拒绝悔改 死不悔改 所以我们继续关他 不肯放 后来没办法 到最后 67岁的时候 把他放出来了 住了七年牢 把他放出来了 我跟大家说 龚德伯在 放出来以前 他被抓过 七次 等于坐过七次牢 他的名言是说 你们没有言论自由 因为你们怕死 我不怕死 所以我有言论自由 就这么个家伙 湖南人就干劲了 他说 他有言论自由 在北洋军阀时代 被抓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后来在南京 写了蒋公不出国 中国无救 被抓起来了 阴错阳差 南京撤退 他放出来了 到了台湾 第八次 这次来很 关了七年 军阀抓他 关了几天而已 跟军阀宽大 蒋介石 关了他七年 所以 这家伙 这个老家伙 真有趣 他留下了这么两部稿子 一个写他坐牢 一个写他 写蒋介石的 无能 都不同的管道 留到了 他死后 留到了我李敖的手里 我全部把它印出来了 我举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人间有很多 奇怪的姻缘 我不信命啊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不想不到的一些 机会跟巧合 抽在一起 就出来一个结果 他绝对想不到 他被蒋介石放出来以后 他能够写的这两部稿子 阴错阳差 流落到我李敖的手里 可是就是流落到我手里 然后 我把它印出来 我们才知道 整个的这个真相 蒋介石的无能 写出来了 监狱的黑暗 写出来了 这就是 龚德博 一个故事 我所以把这个 人特别介绍给大家的原因 就是 我告诉他 我告诉大家 他本人是非常有特色一个人 这些文章 龚德博自己没有的 我李敖手里都有 看到没有 这是 1943年 龚德博所写的 日本军阀认识 轰炸的威力 龚德博 注意哦 这都是图纸啊 抗战书图纸印的报纸 我都有 你看没有 这就是当时 他在这上海出版的 就是龚大炮捉方记 就是写了 蒋公不出国 中国无救以后 他被关起来 后来这个故事 然后 在蒋经国 在台湾的这个回忆里面 讲到了 李宗伦指使 南京救国日报 以蒋不出国 得救国无望等标题 对父亲 对蒋介石 连日攻击 看没有 认为是李宗伦干的 事实上不是 就是龚大炮 自己干的 后来 龚德博 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我与文字郁结 不解缘 告诉大家 他几次 第六次 被关起来 这个大家注意 这就是龚德博的稿纸 就是原本 流落到我手里 就是这篇文章 是民国38年 1949年 3月9号 南京救国日报 所发表的 我做新闻记者 30余年 看到没有 38年以前 1949年以前 发表的言论 至少有两三千万字 但是60岁以前的文字 现在呢 只有这一篇 现在流落到我李奥手里 并且他60岁以前的文字 我还有这么多 你看 我这么多 我这么多 一天一天给大家看 请大家注意啊 我在节目里面 只做一集 不到半小时 可是你知道 我要准备多少资料 跟你们讲吗 并且使你们觉得福气 当我谈龚德博 我就是专家 可是我也跟大家讲 因为龚德博 他有 他有个龚大炮嘛 他论证啊 有时候比较粗糙 我举个例子 这篇文章 三本五十六之死 龚德博在大公报发表的 他说的很清楚 说三本五十六 这个不可能坐飞机 因为他怕美国人打他 他不是这样死的 现在事实证明了 日本的海军大将 三本五十六 是被美国飞机打下来的 可是龚德博呢 就说美国自己否认 美国说三本五十六之死 是 也可能是 这个自杀什么东西 为什么美国这个否认 我李奥也看到美国的资料 当时美国的密码 查出来 破了日本人的密码 查出来 日本的海军大将 三本五十六 要坐那个飞机出来 美国人 把他打下来 可是美国人不愿意承认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美国人不愿意日本人知道 我们已经破解了你们的密码 第二个原因 那个负责把这个飞机打下来的 美国空军的驾驶员的 他的兄弟 在日本是俘虏 兄弟被日本人当成俘虏 不愿意被日本人报复 所以美国人打下来这个飞机 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死掉 美国人 他乱发消息 这可能他自杀了 美国人不承认是他们打的 可是现在 大战结束以后 文件曝光了 答案解密了 我们都知道 的确是美国人打下来的 可是 龚德博当时 有文章 他说三本五十六之死 绝非美国人打下来的 因为三本五十六 不可能坐飞机 给美国人打 证明了 他的判断 是武断的 是错误的 所以我说 龚德博的求证方法 难免会错误 难免会粗糙 因为他是 国民党的 这个集团里面的 这种 会耍笔杆的人 在我里面看起来 这批人并不高明 可是龚德博 这个人的性格 深深的吸引了我 一辈子 坐牢八次 六次 被北洋军阀抓到 两次被蒋介石抓到 抓到以后呢 他还不服气 偷着写了两部书 都落到我李奥手里 帮他印出来 帮他发表出来 这个人 他知道他91岁 所有字都忘掉 不会写了 这样死掉 我觉得 他有特色了 并且他的名言 你们没有言论自由 因为你们怕死 我有言论自由 因为我不怕死 他的这个逻辑 是这种奇怪的逻辑 言论自由是玩命的 他有这么个家伙 他本人这么个家伙 他本人有很多 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不可理解的 那个时代的人的缺点 比如说 他非常的迷信 这是他的一个缺点 诸如此类 我讲这些故事 给大家听 给大家看看这些资料 这个部分呢 就是 人权保障 《与言论自由》里面 他的朋友 承设我的那篇质问稿 就是 龚德博案 提到了 龚德博 没有人权 可是龚德博 没有人 没有人缘 可是龚德博 有人权 我把这些资料呢 告诉大家 并且呢 告诉大家说 这些资料呢 一般都看不到了 什么大炮风 终以龚德博 阴言蛊惑 郑海渊愁 恩怨路 讲到这些 这些故事 我只能用很简单的方法 告诉大家 在1949年 我到台湾来以后 跟我一起 走过重前的 这些国民党的 这些杂碎 其中有一个人 他叫做 龚德博 因缘际会 他的两部稿子 由我把它发表出来 当然他也不知道 他死掉了 证明了 人间有一种奇缘 就是说 你想封锁这个言论吗 你想制造不公吗 像蒋介石 封锁言论 制造不公平 可是碰到 龚德博这种货色的时候 他被偷着把它写出来 然后流落到我李奥手里 这个真相就曝光了 绝非你蒋介石所能控制 绝非你国民党所能控制 这就告诉我们 人间的真相 人间的真理 有的时候 在你看不见 想不到的时候 因缘际会 碰到李奥这种人 出现的时候 会给大家 暴露出来 今天 我讲 龚德博的故事呢 就是告诉大家 真正有这么一个 活生生的实力 由于我 使蒋介石的黑暗 铺着光 铺着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Nail